由于战场的高度竞争,经常面临生死有关的讨厌,为了增加生存几率,士兵们的素质要求很高。 他们不仅仅需要有适应战争的强壮身体,也需要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和勇气,而且还要有能用非凡的智慧,适应瞬息万变战场情况。 而现在的信息化战争模式,和大量军事高技术的一应用,更需要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高技术人才。 现在面对新军事变革,随着战争方式的不断升级和竞争的愈发加强,战争对士兵的要求也提高了,需要士兵更加具备全面的作战素养,国家也更需要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。 对士兵们的要求从身体、心理、道德、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,这些要求是现代一个普通士兵的必备素质。 一、文化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,是军事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素质。 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,已经成为衡量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。 某美军世家曾说过,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,而愚蠢的军队,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 现代战争可以说更多的是依靠知识和智慧,而不是靠蛮力和勇气,来决定胜负的了。 因此,未来军队的指挥者,必须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学者型人才。 二、军事专业素质过硬。 过硬的军事素质,是实现军人价值的基本条件,是履行军人使命,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。 士兵们要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,要有成熟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理论,必须懂得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,要有原博的军事知识,要有丰富的与军事相关的地理、气象、通信、交通等科学知识,还要熟悉外军的军事理论、武器装备及战法知识。 随着高科技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,军人必须掌握各种军事高科技知识,提高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能力,才能适应未来高技术战定的需要。 三、身体、心理素质过硬。 未来的战争,必将是高科技的战争。 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残酷和复杂,使军人家处在前所未有的危险战场环境中,军人能奉承受、调节和控制各种心理反应,将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。 四、道德素养。 一名士兵还要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,坚定的政治信念,强烈的使命感,终究爱护和明辨是非的大义。 只有在这样的坚定信念下,和正确的是非观下,士兵才能勇敢顽强,具有高超的战斗力,和感觉付出和不惜牺牲的精神。 五、其他素质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战争方式,呈现出低强度战和牛级战的特性。 军队中需要有既善于处理战斗任务,又能在需要时具备处理人道主义救援和反恐能力的士兵,这就是对特种作战士兵的十大需要。 所以,为了适应以上情况和现代战争的需要,近年来,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军队,重新认识士兵的正目,越来越强调军人的专业化。 面临如此之多的要求,军队对士兵素质的要求也提高了,往往采取压缩人员,增加训练和专业化投资的措施。 另外,军队对刚入伍的新兵赠下了大力气,来严格要求和把关,丁照和军事训练注重专业化。 总之,未来士兵的整体素质,一定会提高很多,这是国际军事发展的必然,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 不难看出,未来想要当兵,那可比现在要难多了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谢谢观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iPhone哦。